延燒到現在的缺氮問題還沒解決 陳吉仲在立法院備巡時 他就掛保證了 三月中可以解決氮荒 但是竟然連自家人都吐槽 說是講空話 那麼現在因為俄烏戰士 國際航運大亂 如果說血魚鮭魚斷裂了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改吃虱目魚 問題是這500萬顆的蛋 如果沒有能夠如期到貨的話 我們不能吃雞蛋 那要改吃什麼呢 俊一委員怎麼看 這個沒有雞蛋 當然是大問題 大問題 我每天都要吃一顆蛋 那這個雞蛋的問題 是不容易解決 說實在 你說三月中要解決 現在已經三月中 那個中是哪一個中 現在就是三月中了 好像是要靠老母雞繼續生 老母雞也生不出來 而且那個蛋的賣相也不好 那第二個靠進口 那那等等 你總是你說要解決這個蛋 要有一個方法 那這個血魚不吃吃虱目魚 這個三百魚很好吃 三百魚可以做漢堡嗎 我們阿孫很喜歡吃那個血魚飽 很喜歡吃的 每一次他下課就慘了 叫阿公要帶他去麥當勞吃血魚飽 四目魚飽 你兩個改字四目魚飽 要不吃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血魚 而且在這個旋轉壽司 那個平價的那個 酥脆店 你說我們現在開始吃 虱目魚生魚片 我說是屁股 而且那個不能生吃的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陳吉仲當然他是要安大家的心 說沒關係沒有這個魚 我們吃百塊魚 那我問沒有虐 我們是不是要用銅 虐現在問題更嚴重 更嚴重 虐是這個不鏽鋼 很重要的一個原料 不是只有不鏽鋼 那你說這個沒有石油 那我們燒煤炭 這個不對的 我們當然要承認說 這些問題當然都不是因為 我們內政引起的 這個都是一個國際 但是這個國際的因應是什麼 當初俄羅斯要打烏克蘭之前 我記得我就公開講過 我說我們的國安團隊 要趕快做好最壞狀況的準備 那看起來好像 好像大家就判斷說不會打 你也判斷不會打 你不要笑 你如果是他的國安團隊 你也說報告總統不會打 虛張聲勢 稍微一個嫁勢 歐克蘭好像有公開說不會打 我國內 我說實在國內 所有的這些所謂的 靠嘴巴吃飯的 我現在算是其中一員 你知道嗎 第一個說會打的是我 人家就說你靠什麼說會打 資訊怎麼樣 我們來拔 我喜歡賭一下 很多人說你問書要拔 趕快我就跟你拔 這種東西怎麼可以判斷 不打的情況下來做因應呢 這個執政不可以這樣子的 罪話的情況 美國他們的國會的聽證 美國也承認了說 他們預先的判斷是錯誤的 判斷錯誤就付出代價 就付出代價 他們也沒有準備好 所以你看 他們現在所做的所謂的經濟制裁 很多都會傷到自己 如果是判斷會打的話 他們可能早先的布局就不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執政者 真的是要做最壞的打算 現在我們碰到的就是 在這個大環境下最壞的情況 這個最壞的情況要怎麼做 這不巧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的防疫 開始要什麼共存 還沒有共存 我跟你講 哪來得什麼共存 對不對 只是說要鬆一點 慢慢走向共存 但是這個鬆的同時 目的是什麼 是要救經濟 你知道嗎 這個鬆是為了救經濟 不是說什麼疫情已經舒緩了 我也主張應該救經濟要鬆綁 但是你這個鬆的同時 要救經濟的同時 國際又來一個戰爭 所以你說運氣好 我覺得運氣很差 我覺得台灣的執政運氣不好 要不然你這個鬆綁本來就是期待說 開始有商務往來 開始怎麼樣 結果傳奇 延遲什麼 所以狀況不好 本來就是在執政的基礎上 你要去做最壞打算 俄羅斯現在就是因為沒有做最壞打算 現在才處在那邊 那我本來就要報為戰 然後本來要報為戰 對不對 本來就要速戰速決 那你就判斷錯誤 沒有做好準備 所以所有全天下的執政者 都是這個問題 都自以為自我感覺良好 這個狀況一來以後 通通醜態擺出了 這瓶五星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 珍珠包 石斑魚菲力入將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 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